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杀死达达上万 另传 罗成乃是白虎星下凡 但就是这样一位少年英雄 却为何只活了二十三岁呢 据说是因为他做了这八件事情 天理不容 一 欺负兄长究竟是哪个兄长 每个版本说法不同 有说罗成比罗成大两岁 但是罗成凭着自己武艺更好硬是把二十岁的罗成忽悠成自己的义子 因为以小气大而折瘦 有说靠山盟的大太保罗方或罗周是罗成的哥哥 但是罗成也打灯周杀了他 有说罗成是在洛阳的时候打了成咬金一顿拳 二 枪法没传拳 据说秦琼当年和罗一认完亲之后 秦琼和罗成在后花园里互传武艺 秦琼叫罗成秦家剑 罗成教秦琼罗家枪 为了不隐瞒武艺 罗成给秦琼发毒誓 若是自己不全力轻受武艺 日后让自己万箭穿心 秦琼也发了毒誓 可是最后表兄弟两个都隐藏了最厉害的杀招 罗成隐瞒了回马枪没传给秦琼 秦琼隐瞒了撒手锏没传给罗成 结果最后两人督中了自己的誓言 秦琼吐血身亡 罗成万箭穿心 三 杀妻这个说法所有版本都有 不过说法不同 大多数都同意姑娘的名字似乎金蝉 有些还加上一个王金子 在攻打孟州遇到 不过结亲的方法不定 有说是镇前定亲 有说是罗成乔装打败 以徐安郎的身份与姑娘定亲 有说罗成是乔装打败被山贼抢亲 死法也不同 有说罗成嫌他闯把他杀了 有说罗成从他口中套出破孟州 成了窍门 嫌他嘴皮子松杀了他 有说烧死的 有说毒死的 反正姑娘死了 罗成做了一件缺德事 四杀善雄信这个说法所有版本都有 不过也有说杀的是善雄信的儿子 罗成的义子丹安 京剧 大平调缩武龙里头就有这个故事 李世民围困洛阳 善雄信的儿子去桃花山班兵 半路被罗成截杀 罗成不顾父子之情 直接杀了自己的义子 五 欺君有的说是罗成喝醉的水到 在浴床上 有的说是罗成降堂时 让李世民给自己当马旗 六 杀将罗成九岁扫北 杀了降降和无辜的老百姓 七 杀义父这个说法很罕见 可能是照后来评书的发展部冲进来的 不过罗成算挂礼的义父不是丁延平 而是杨林 八 假意结拜罗成在假家楼结拜时 没有网盘里滴血 不过援助是因为罗成是白虎星 善雄信是青龙星 谢应灯有些命 所以三人无法与常人结拜 刺破手指指流清水不流血 而罗成算挂说 罗成压根没有刺破手指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刺破手指积 刺破手指出